那么之前我们做过了一个 B-Segment SUV 的帮单之后呢 就有读者要求我们也做一做 B-Segment 车弹 其实 B-Segment 车弹我们可以做啦 但是其实 B-Segment 车弹来来继续跟去年的车款还是一样 但是既然有读者要求我们就安排上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哦 那么讲到马来西亚市场的 B-Segment 车弹 基本上就是五大车款啦 Vios, City, Persona, Mazda 2 还有 Almera 这五款车基本上是雷打不动的啦 首先为什么马来西亚市场那么少 B-Segment 车弹 其实 B-Segment 车弹呢 基本上已经是非常四位的车款了啦 基本上各大厂商也没有什么 B-Segment 车款了 不过呢 B-Segment 车弹在东南亚卖的还不错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讲一讲这一个日系双雄 Honda City 还有 Toyota Vios 首先呢这两款车在2024年的头四个月呢 它们销售成绩基本上是不分播种 都有7000多辆 然后平均算到来每个月有接近2000辆的成绩啦 这销售成绩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呢为什么它们在马来西亚市场呢 还是可以有那么出色的销售成绩 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两款车是长久以来呢 日式品牌累积下来的这个名声 首先 Honda City 的特点就是它的大空间 还有它的这个动力表现也不错 还有就是低油耗 至于 Toyota Vios呢就是有这个耐用二手架高的优势 那么其实这两辆车在目前的 B-Segment 车弹呢 它们都是佼佼着不管是在配备啊还是其他的部分呢都很出色 就例如讲这个 Honda City 呢 Honda City 在马来西亚有两种动力配置可以选择 分别是1.5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 还有1.5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 值得一提的是呢 Honda City 在马来西亚市场呢 其实是唯一一款提供混合动力的车型啦 它的自然进行引擎的部分呢 最大马力表现是 121PS 峰值扭力表现 145Nm 至于 1.5公升的混合动力版本呢 最大马力是 109PS 峰值扭力表现 253Nm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一个 Honda City 的混合动力版本的 最大的原因就是它构成油 我自己试过呢一缸油行驶 900 多公里 而且油缸还没有亮灯 所以行驶 1000km 它是做得到的 而且重点是目前如果你是买到 Honda City 不管你是买到哪一个车型都好哦 它全车系都有 Honda Sensing 性价比满满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它就是顶配版本没有这个 360 镜头 还有这个 Bright Sport Monitor 啦 但是 overall 下来我觉得你买到最 low spec 都有完整的 Honda Sensing 的话 这个车的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讲一讲这个 Toyota Vios 啦 它除了这个二手架好还有人家印象中很耐用之外呢 其实这个第四代的 Toyota Vios 它的操控表现也不错啦 它虽然讲它更换了这个 DNGA 平台过后可能有一点点争议啦 就是之前那个装机造假的事情 可是这台车你去开的话哦 它的操控表现确实很不错的 主要原因就是它的底盘重心更低 它的离地高度只有 138mm 然后呢它用上了 205 宽度的轮胎 我之前开这台车在这个朗高位跑山路的时候我真的有吓到 这个真的是 Toyota Vios 吗 它的操控表现真的是好 另外呢这辆车的 spec 也很好啦 就是讲它有这个 360 镜头 有 Bright Sport Monitor 有 Toyota Safety Sense 然后还有这个 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等等 但是这些配备呢只有顶级版本 G 才会有 如果你买到 E 的话 它的安全配备是 cut 掉一部分的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如果你是买到入门车型的朋友的话 这个 Vios 对比 City 会有一点差距啦 我相信这个就是主要的原因 为什么 Honda City 的销量可以跟 Toyota Vios 相差不远 而且重点是 Honda City 已经是一个推出了 4 年的车款 它们还可以打得难分阵下 这一个就是最主要的因素 那么 Toyota Vios 除了以上的问题之外呢 我个人觉得它还有一个缺点啦 就是它的这个操控表现很好 然后它的这个动力表现有一点点弱啦 因为最近我一直在开这台车 这台车的操控表现我真的很回味无穷 可是这个动力表现 我觉得是有点差强人意啦 尤其是跟 Honda City 甚至去跟 Mazda 2 跟 Almera 对比 这个是它比较弱的地方 那么我相信未来会有升级 因为根据传闻呢 在今年内 可能在今年内啦 Tolota Vios 会有个混合动力的版本 这个混合动力的版本马力会高一点 加上有电机辅助 加速也会快一点 不过呢 我们还是要等待原厂发布这款车啦 那么第一名跟第二名呢 这个 Toyota Vios 跟 Honda City 打到要生要死 第三名就是表现越来越好的 Proton Persona 那么为什么 Proton Persona 表现会越来越好呢 我相信个人的原因就是它的操控经过了 那么多年的洗礼呢 它基本上还是 V-Segments 操控最好的车型之一 虽然讲 V-Segments 有五款车啦 另外一点就是它的价格 过产车价格就是要有优势 现在这个Persona 呢 4万多块取调 双气囊 然后有这个车震动态稳定系统 我觉得这样子对于一般的消费者来讲呢 其实是我觉得应该够用了啦 只是它有一点点缺点 就是它的隔音表现可能对比起 现代新一代的 V-Segments 车单呢 会有一点点潮 然后它的油耗有一点点高 这个我觉得是它最大的问题啦 除此之外 这台车如果你看价位的话 它调不出太大的缺点 而且重点是它的操控表现真的是爽 就算这台车推出了八年多九年 我还是非常 Enjoy 它的操控表现 开过这台车的朋友一定会赞同我所讲的 然后另外讲虽然这个 Cam Pro Engine 跟这个 Punch TVT 是它的弱点 可是经过了那么多年的调教哦 其实这个变速箱跟这个引擎也没有差到不能接受 我觉得如果是在市区驾驶或者跑 Highway 的话 它的表现还是可以的 最起码它的动力表现我觉得并不会输给 Toyota Vios 是可以满足我的需求的 那么萤幕前的各位呢 有没有这 Proton Persona 的这个车主呢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那么接下来的第四第五名 没有意外的就是 Mazda 2 的 Sedan 还有 Nissan Almera 但是呢这个销售成绩来讲 Nissan Almera 会略高一点 Nissan Almera 是我一直觉得很可惜的一款车 虽然讲在目前为止啦它的配备对比起 Honda City 跟对比起这个 Toyota Vios 它是略微差了一点点 但是整体的规格来讲这台车其实并不差 首先很多人吐槽它用这个 1.0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虽然这个引擎的动力表现你看起来没有太出色啦 这大概是 100ps 152 Nm 左右 实际的 0-100 加速表现很多人测试是在 12 秒左右 可是对于一台市区驾驶为主的车款啊 我觉得这个动力表现不能挑剔太多 然后重点是它的油耗表现确实是低 因为这台车我前后我雷击开啊 试试 在试试里面我每次都开了最少个四五天 我每一次还车的时候呢 这辆车我都不喜欢打油 因为它的油耗确实不错 然后而且重点是在时速超过 80 过后呢 它会有一个爆发力 让这个车子不会处于讲很没有力的状况下 个人觉得啦经过了那么多次试驾之后啦 我一开始会觉得可能 Vios 的动力好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现在奥美娜其实会略胜一点点 只是这个奥美娜会有一点点缺陷 就是它的这个入门车型的配备没有这样丰富 然后顶级的版本就缺少了这种 ACC 啊等等的功能 还有一个点是一个消费者点醒我的 他讲这辆Nissan 奥美娜什么都好 但是它 7000km 就要 service 了 对比起其他的日系车呢 这个 service 的时间确实早了一点点 在无形中也提高了这个车子的保养费用啦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 Nissan 自己要注意一下的 那么你问我推不推荐这款车呢 我个人其实还是蛮推荐一下的 这款车除了它的价格略高一点点 跟配备略差一点点之外呢 我觉得它的本质还是不错的啦 最近自从 Nissan 发布了这个黑色的版本之后哦 我发现它的能见度好像有高了一点点 然后看这个销售数据好像也稍微好了一点点 不过就一点点啦 那么在萤幕前的各位 你会考虑 Nissan Almera Turbo 吗 那么其实 B-Segment Sedan 里面呢 还有一款车存在感不强 那个就是 Mazda 2 啦 因为它的售价高 所以买的人并不多啦 可是平均啊它每个季度啊 还是可以卖出 50 辆左右 所以一年大概可以卖 200 辆左右啦 OK啦 那么以上呢 就是在马来西亚可以买得到的 B-Segment Sedan 车款 那么你是哪一款的车主呢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